大家好,我是瘦虹,现在又来到了山东,和朋友一起啊,来到山东的一个房车厂,新的旅行又要准备出发了,准备来这里看一辆改装的大面包车,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,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辆车,接下来准备买这辆车看看行不行,这是二号门,我们准备去一号门,一号门。 里面,这是一个大的厂房,里面有很多款的房车,看一下这里面,拖挂房车,很多款啊,这边厂房里有很多款车,刚才问了工作人员,他这边也不方便展示,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,我想买的就是这台, 福田G7,网上也有流传这台车,可以做底盘升高,可以加装四驱套件,就这样的平顶,加个行李架,可以下车库,看一下前面, 这款车可以改装四驱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,可以看一下,它这款是一个没有改装四驱的床车,露营车,给大家看一下它这里面的空间, 就是这里改个床,然后前面一个往前推落的座椅,可以改一个露营车,这边就是一个柜子,不过的话,这个配置我不太喜欢,里面的内饰,买来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再重新改, 也试了一下这台车,它前面并没有改什么东西,基本上就是原车的状态,就改两个座椅,换的颜色, 非常上面也是顶制的木板,非常简单的一个露营车,它这个售价是13万一千块钱,13万一, 国六的车,这辆车是2.4的汽油发动机,不过这台车在四驱店买速车的状态的话,应该是10万块钱左右,福田的G7,看一下这个外观哦, 后面的话,也是非常简单,就是一个床车,木板架,并没有改装什么东西,上面也是改的木板,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这款车,这款车可以无损加装四驱套件,可以做底盘升高, 就在网上看到它,彪悍非常漂亮的外观,就很喜欢,所以说就来这个防止场了解一下这款车, 之前也一直在搜有什么四驱面包车,但是国内的四驱面包车真的非常少, 有的都是一些老式的像德里卡车型的,那种年代都太老了,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修车,就是在修车的路上, 但这一辆车就是比较新的,它是福田的一款车改装的,看一下,比较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面包车, 然后改下来就特别帅,但是它这个厂房呢,现在只有两辆这辆车了, 在这个展厅里面还有一个蓝色的面包车,看起来比较帅, 现在这辆车就是13万一千块钱,然后是两驱的状态, 然后加装四驱的话就是再加装三万块钱,就可以加装四驱套件, 总共是16万多可以加装四驱,大家可以给我参考一下, 这辆车值不值得购买,看一下这辆车的里面啊, 和那辆车基本上一样的,这样是可以拼成一个床的状态, 平常的话这里可以竖起来,然后对面也可以坐两个人,这样可以对坐, 前面的话基本上就没做什么改装,就换了两个座椅, 还有一个行李架,这个是一个平顶的行李架,可以下车库的, 现在我们已经从厂里出来了,天色也不早了,准备回去了, 可能大家还有所不知啊,现在旅居车手续, 这辆车是有旅居车手续的,有新下来的规定, 旅居车手续就是车内空间,必须要达到一米七五, 还有就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卫生间, 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嘛,所以说这辆车显然是不合, 是不能满足的,所以说浙江市最后一批这面包车, 有旅居车手续的,后面他卖完这批之后, 就没有旅居车手续了这款车, 在路上买了个小兔兔, 刚才尿我身上了, 还不得,嗯,没味道, 买的一个小兔兔,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啊, 是锄头颜色的和锄头同款的小兔兔, 就看它和锄头颜色特别像, 所以说就收下了它, 还咬人咬得特别疼, 那辆车呢,我并没有买, 并没有下手,后面再考虑吧, 因为什么呢,它是感觉是比较贵一点的, 它比在塞店买的车要贵个好几万, 然后它改完四驱之后呢, 就是外观没有任何改变, 看起来也不够帅, 之前我在网上看起来, 外观它改的四驱特别的帅, 外观底盘升得很高, 但是我问过它之后, 它说那种改不了, 那种只是好看,改不了, 所以说那辆车呢, 我就自己再考虑吧, 再考虑一下, 后面也在, 请大家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四驱的面包车, 空间大一点的, 两驱的话就不大考虑了, 因为两驱的话, 我基本上还是开五零就一样了, 一只小兔兔, 这两天呢就在家里, 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看车, 看一个能不能找一个中一点的面包车, 然后改装一下, 后面会有新的旅行计划, 也是之前都有说过的, 一直比较期待的地方, 只不过现在也不方便说, 因为还没有确定签证, 确定那些的东西, 所以说现在就先弄车, 然后后面再慢慢的去看路线, 到底走哪里, 今天就到这里了, 可爱的小兔兔。